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董璇资料除29日 高云祥二次保释申请成功 将住在董璇所组的单位 每日两次向警局报导 交出自己 母亲和女儿护照 不接近机场 不接触受害人 佩戴电子监控设备 集交那保释金300万澳元 约合1476.8万人民币 具有关律师解读 要是高云祥虽然已经被成功保释 但是他仍需自费2万多澳币 约合10万多人民币买电子脚铐 也就是一个电子环套在手上 超出距离就会被带出 另一当事人 王兴保释听证结果 将于下周三公布 而在高云祥成功保释后 基尼时间7月6日下午2点 高云祥涉嫌性侵案的另一嫌疑人 王兴阴毅在心中高等法院的保释申请进行了审议 当天 与高云祥一样 王兴通过视讯出庭 视频中 他身着绿色球術 表情放松 此次审议 庭内还为王兴安排了口译员 经过约两个小时的庭审后 法官表示需要考虑诸多方面 才可决定是否保释 所以不会在今天做出决定 改至下周三下午3点 宣布保释结果 与上周高云祥保释听证时的媒体长枪短炮 各种围堵相比 今日王兴听证会的庭外 冷行了不少 王兴母亲 代理律师等现身法庭 此次听证会 有三位证人为王兴保释出庭作证 第一位名叫娃威 他曾经为高云祥提供了30万澳元 约合147.7万人民币担保金 但后来未正式担保 但被问及是否愿意为王提供担保金时 娃威为大部 他只是表示王兴在国内也是传媒界名人 若保释成功也不会逃逸至中国 第二位保释人Havin Song身份为银行家 是与王兴结识两年的朋友 愿意为王兴提供43万澳元 愿合211.7万人民币担保金 第三位保释人精Havin表示 与王兴有共同好友 自愿为王做担保 庭上 王兴的代理律师强调 因为语言不通 王兴在狱中只能通过有限的手语来社交和交流 在狱中被孤立 生活极其艰苦 为了保释 王兴愿意交保大约140万澳元 约合689.3万人民币 愿意在澳洲设固定住所 肖禁 父母也交出护照 佩戴电子监控设备 向警方定时报备等 听完所有的陈诉后 法官表示 需要多方面考虑 保释结果将于下周三下午三点公布 此前 王兴也曾提出过保释申请 在悉尼中央地方法院被拒绝 此外 据澳洲盈匪监狱工作人员透露 早于王兴保释成功的高云翔 已于澳洲时间五日下午1点55分出狱 按照法庭要求 他需佩戴电子搅靠居住澳洲家族 6月29日 高云翔二次保释申请成功 交纳了300万澳元 约合1476.8万人民币保释金 妻子董璇也已携女儿前往澳洲与高团聚 同时 负责审理高云翔一案的法庭 确认6月7日已经收到 关于高原祥案提交的新证据 将于7月19日再审